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高壽少 正常情況就是一個國家 裏面的一個地方想獨立 自立為王 成為國家 俗語說 寧做小國之君 不做大國之臣 自行獨立建國 又主權獨立 無論如何被控制 但一個地方就是和商述情況相反 他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成為一個國家 其實是被迫的 原本李光耀是不想獨立 繼續成為馬來西亞一個州 但馬來西亞當局 強行踢他走 就這樣 新加坡由一個州 變成一個國家 李光耀一個州長 變成國家元首 好了 究竟為何馬來西亞要這樣做 留多些地方不好嗎 今天來講一下 馬來西亞這個舉動看似有損失 沒有賺到什麼 但其實背後是賺不少 如果不這樣做 馬來人真的是這樣 大家要知道 當時的情況 新加坡在馬來西亞裏面 有著很大的影響力 很多人幾拜李光耀 而這個影響力 是會危及到馬來西亞權力核心 如果新加坡 還繼續是馬來西亞一部分 這樣下去 遲早李光耀 成為馬來西亞權力核心 選舉大勝 馬來人的地位 會大大下降 又華人主導 除了影響力大 新加坡在當時 中要經常跟馬來西亞有衝突 很多議題上 都不是口徑一字 也連馬來西亞對新加坡很不滿 馬拉當局覺得 再這樣下去 新加坡真的會威脅到她的地位 就這樣 馬來西亞決定踢走新加坡 新加坡因而正式獨立 成為國家 脫離馬來西亞統治 新加坡獨立 不是新加坡自己想的 是被迫而獨立 李光耀在那時還因而流淚 擔心獨立之後 新加坡會玩完 那小個地方 還小過香港 內部的種族問題又麻煩 天然資源又不是豐富 沒有了馬來西亞做靠山 真是很難經營 不是開玩笑 這個擔心相當正常 如果是我 我都擔心 那小地方很難發展到什麼 但是這個開局那麼差的地方 都被李光耀搞得好 短短幾十年 將新加坡由一個很不滿的地方 變成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亞洲四小龍之恩 在如今年代 直接成為亞洲四小龍榜首 東南亞第一 亞洲頭幾 勁過馬來西亞很多 大幅拋離 很多人都很想 成為新加坡的人 向往去新加坡發展 講到這裡相信大家了解 很多國家都不想有分裂情況 因為分裂意味著會有損失 少一些資源土地 唯獨馬來西亞 是個別例子 去這個情況 分裂是好自來 他們要馬來人的馬來西亞 大家分家 馬來人為首 自己一邊 華人為首自己另外一邊 各自為正 分開 就這樣 新加坡迅速發展起來 馬來西亞 停滯不前 富富敗敗 很多問題搞住 不得不說 新加坡好爺 獨裁都有好的時候 不過好看當權者 新加坡就是好例子